新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瑞萨 则是出声批评 来看看他拥有数十亿用户的社群龙头脸书 他说演算法存在着重大的问题 脸书吹哨者表示应该要移除它 还给用户更多透明度以及控制权 而针对这些指控 脸书的高层出面反驳 说用户随时都可以退出演算法 上个月脸书内部的文件就被披露 显示旗下的产品Instagram IG 对于青少年有不良的影响之后 脸书在10号就宣布推出新的功能 包括提醒用户要适时的休息 不要一直滑内容 试图为一连串的争议之行 对于全球数十亿用户来说 脸书是每天获得众多资讯的平台之一 而这些都是在演算法的帮助之下 三十七岁的霍根是脸书前产品经理 并且曾在阻止假消息传播的团队中任职 在他站上美国国会听证之后 新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认为 脸书身为全球最大的新闻供应平台 却仰赖演算法 存在重大的问题 玛丽亚瑞萨是菲律宾新闻媒体 Repler的执行长 因为长期致力于捍卫言论自由 与俄罗斯独立媒体新报总编辑 穆拉托夫 共同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 更有声音指出 演算法在今年1月6号 美国国会攻击事件上 放大了暴动群众的声音 脸书的演算法长期备受争议 近期更因为外流的内部调查报告 显示公司知道旗下产品Instagram 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而饱受批评 霍根在接受CBS节目访问时 控诉脸书反复地将利益置于安全之上 不过针对这项指控 脸书的高层出面反驳 官方甚至表示用户随时可以退出演算法 不过为脸书设计演算法的前工程师 却指出并没有那么容易 另外针对Instagram对青少年用户的负面影响 脸书表示将推出三项保护措施 除了让家长可以监控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外 如果发现青少年重复盯着同样的内容 系统便会推播给他们别的内容 最后一个则是提醒他们该休息一下的设定 不仅仅是脸书 许多其他社群媒体 也都仰赖着各自的演算法 专家表示要完全移除演算法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为用户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及控制权 或许是可以改变的第一步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可以改变的 verstehen 更多了 对 好的 好的 好 好